阔泰陈豪在家摘柿子,院子大得像公园,小鸟腿细道被误认为是女儿。 11月1日,阔泰陈豪罕见晒出日常生活,发布了一段在家摘柿子的视频,引发网友热议。 视频中可以看出,陈豪的豪宅环境无意中被曝光。 他的院子很大,种植了很多高大的树木,看起来有点像是公园,环境非常的清幽。 陈豪身穿粉色卫衣,背后还有一个毛茸茸的小熊装饰,带着棒球冒显得非常年轻。 他的身材十分鲜瘦,黑色紧身裤勾勒出修长眉腿,小鸟腿尤为纤细,上下几乎一样粗。 网友看了陈豪晒出的视频,有人直言还以为是他的大女儿出镜,没想到陈豪的腿会这样细。 惹得陈豪亲切地回复,调侃说原来你认不出我呀。 还有其他网友称赞工剧专业,陈豪也好脾气地一一回复。 近年来,陈豪很少出来拍戏。 他回到自己的母校中央戏剧学院攻读了研究生学位,随后又留校当起了老师。 不过却并没张扬,直到学校拍摄招生视频,才被网友发现这件事情。 前段时间,陈豪复出拍摄了县礼剧《公勋》与黄晓明出演夫妻。 他的演技一如既往,依然十分高超,把一个坚毅贤淑的时代女性形象演绎的唯妙唯笑。 祝福陈豪婚姻幸福,希望他能够多多出来拍戏,为观众带来更多的好作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